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定要在这一天里面by all means 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让基督来替代我 那你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困难 你可能一回家太太就骂你 或是先生就那副德性又出来了 或是小孩子又搅扰你或是什么事情 就怎么这些事情一定会来刺激你 感谢主 他来了 所以你第一个反应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会怎么做 如果今天是耶稣在这里活 看到你老婆或是看到你老公那副嘴脸 他会怎么回应 你不要说耶稣一定打他一巴掌 那个是你自己的想法 你要去想耶稣会怎么做 然后不要马上努力去做 第二个 你说主在我里头毫无良善 我做不到 我的爱用尽了 我的力量用尽了 我对他的忍耐用尽了 我完全没有 耶稣你来 既然你在我里面 既然你应许我 我只要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 就一定会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你联合 我如果身上带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身 你说就一定会显明在我身上 主啊你帮助我 学习让我真的放下自尽 让你来替代我 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 所以Just do it 回到家 感谢的心去面对每一个搅扰你的环境 我说任何的人事物跟处境 会搅扰我们 都是我们生命中的未得之地 你如果不早点把它征服下来的话 它一辈子搅扰你 它一辈子成为你的伤害 成为你的搅扰 成为你的痛苦 你要一辈子被这样子的事情折磨吗 为什么不今天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圣经真理 真理叫我们自由 让我们学习在进度里 去跨出 去突破 最搅扰我们的人事物跟环境 基督已经在我里面了 靠着爱我的主 可以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他说谁能够使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恐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自身动 他讲了这么多 他说没有 没有一件事情 应该让我们跟基督的爱 跟基督的生命和能力隔绝的 要不甘心被他隔绝 反而应该欢欢喜喜的 来欢迎 来接受 今天搅扰我们的环境 让我们靠着 在我里面的生命能力 靠着基督 胜过他 让他成为我的产业 脚掌所踏之地 都成为你的 坐在那里埋怨 坐在那里被卡住 被挡住 坐在那里被消耗 被伤害 划不来 真的划不来 所以神给约书亚的应许 在你平生的日子 必无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要不甘心 被任何人事物挡下来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应许 要赐给你们为业 争起来走路 Just do it 你就得到基督 你脚掌所踏之地 到状楼下来 你 kingdom打了 无论 都在这一里 工作室